小猫熊软绵绵的可爱模样 大概没什么人能够抵挡 但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长 却明确表态拒绝中国猫熊 实际上猫熊早就被中国 拿来当成软中带印的政治工具 2017年习近平就带着两只大猫熊 来到德国 总理梅克尔看得超开心 但这两只可不是免费 而是出租 德国一年得付100万美金的租金 1000还是15年 美国一共有三个动物园 都有猫熊 只要生下小猫熊 所有权都属于中国 一只租金60万美金 长到三岁大时 还用中国决定要不要带回来 马来西亚政府跟曾经在2018年时 打算第二度退还中国猫熊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租金太贵 实际上中国大猫熊在世界踪迹 比想象中的还要远 不光是美国 欧洲 澳洲也都有大猫熊 中国更拿猫熊当把柄 巨凡让中国不开心 例如欧巴马会一见达赖喇嘛 中国都曾经威胁要拿回猫熊 只不过猫熊这异为物种 忙着吃竹子的同时 应该怎么样也想不到 自己变成中国拿来勾心斗走的 政治工具 三地新闻中午口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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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